又冷了 然後來參與我們的這個環評開工壽命會 然後我們現在就進行這個提問 然後我們會就盡我們的所能 給你們盡可能的答覆 謝謝 目前登記發言第一位中坡里的陳碧霞女士 來 麻煩夫人 廣執開花第一標工程 公告是107.1月8號開工是好日子 但都發局現在已准許大型機具吊車 在開花地現場先行施工動作有偷跑哦 重點是大道路96項老舊圍牆破壞鬆脫危險 要先做安全措施 否則發生了公安意外 要向勞動檢查處通報 不然會被聽說 請立即改善 我是好意提醒告知 今天主題應是環境說明會 不是環評 廣執開花案對樹保的問題 政府應該要主動整體性的開花 南基地樹極也很多綠油油的密集 好看 不是大道路96項旁 樹保留不能移 而是全部樹都保留都不能移 不可以只有強勢的人就能爭取 這樣才公平 營建施工挖地 剛剛那個孫經理都沒有提到震動 可是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個營建施工挖地 震動會引花周邊民房跟著晃動 因為土壤N值為二 是軟的蓮土 不是所有建物都會受影響 向廣池11米道路附近 在大道路的旁邊那邊 99年拆舊屋動作的時候 我家過了福德街 還是搖得像地震 現在捷運施工也一樣 只做島溝微型磚 還會做聯繫壁 就搖晃的這樣 因為研盤潛要挖身 刀刃研磨研盤 就會引花緊鳴民房的震動 促成我們精神受折磨 請開挖者政府重視 如人切就切 不要硬挖 盡量用最好的方法去做 希望政府可以一起採用 日本的震動管制法規標準 請政府移營建廠商 簽訂書面契約要求 震動監視職 施工震動 納入環評影響範圍 不要像附近新一路六段 四十八戶人家 因為捷運施工 震動促使民房傾斜 呈現 廠商已賠很大的數目 一付就要好幾百萬 所以重視公安就等於賺錢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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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請廣包商 然後再請提倩 不好意思 我先回憶一下第一點 就是 我們公報是1月8號開工 其實我們那個大型技術是做試裝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就是 為了要了解這個地質實際上的狀況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做試裝 所以那個工期大概只有十天左右 我們就結束了 而不是說偷跑 因為我們只是在做試驗 是要了解整個地質的一些狀況 對我們日後施工當中會更小心地來應對 謝謝 謝謝陳小姐的指證 那關於你關心的這個震動的問題 那是這樣 我們有時會遇到煙盤 但是 遇到煙盤的時候 我們會先凝孔 就是說堅密的煙盤 會先凝孔 所以基本上 凝孔了以後 只要MASAKU這種激菌 下去抓捷 油壓方式 這樣的話 我們對於震動的方面 就會降低降低非常多 謝謝 也謝謝陳小姐 這邊先提醒我們 感謝 同胞三心回應 謝謝 我們是建委事務所 回應一下有關這個陳女士提問到樹保的問題 目前我們有關受保護樹木提送文化局 那非受保護樹木提送公登樹的部分 都已經取得核定 那我們在整體規劃上 整體的規劃上 我們是盡可能保留最多的樹 來去做這個規劃的原則 所以我們目前全區有600多棵樹 我們大概是移植了200棵左右 那所有的珍貴樹木都就地保留 那在後續的工程部分 其實今天還沒有說明到 那工程部分 也即將要這個來進行 那樹木的部分 我們都依照文化局跟這個工程處 給我們的指證的一個審查意見 然後依照這個標準程序來去做試作 那原則上我們只希望 在整個基地上最珍貴的樹木 可以在原地保留 那盡量不破壞這個人區的一個風貌 謝謝 好 謝謝 那請下一位